男演员 谁啊 我第一眼看《雅黄女》 说话的时候有点像张嘉义老师 很多人看电视剧 本来就是从追偶像剧开始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偶像剧依然深受观众喜欢 不过 观众喜欢是一回事 剧情往往是让人尴尬的 因为太过于雷同了 当你决心要追偶像剧的时候 必须要把自己的智商丢下 要不然 你看了第一集 就能猜到所有的剧情 相比之下 恋宗就精彩多了 你可以很无脑地去看甜甜的恋爱 也可以非常理性地分析 谁和谁能走在一起 还可以很大胆地 磕自己喜欢的CP 在这些年的恋宗里 有过太多的可能性和反转 毫不夸张地说 你都可以带着一颗 侦探的心去看恋宗 因为你永远不敢确定 谁和谁最终能走在一起 在节目中 爱到海枯石烂死去活来的 节目录制结束后 立马各奔东西 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节目中并没有太多交集的 现实却走在了一起 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在众多的恋宗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 半熟恋人了 半熟恋人 这当恋宗把年龄层 聚焦在了30岁以上的中青年 相比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 30家的恋爱是更成熟的 而且也更加有趣 对于这个年龄的男生和女生来说 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稳定的工作 或者已经事业有成 到底是先成家后立业 还是事业有成之后再恋爱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争吵不休的 其实这种东西并没有什么对错 只要自己觉得是正确的道路就可以了 30家的人谈起恋爱来 相对会更有底气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而且他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当然 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相对比较直接 喜欢就敢于大胆表达 看 半熟恋人 这样的恋宗经常会让人很过瘾 越磕越上头 在第一季结束之后 王能能和罗拉两个人的爱情 一直非常稳定 不管是在节目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经常能够看到两人的身影 当第二季播出之后 巴拉拉能量也是陪着大家一起追节目 这让观众对节目更是深信不疑了 看恋宗就是要磕CP 几期节目看下来之后 当下有四对CP是可以磕的 分别是于陶然和孙沐宇 孟昭博和张宝 于天超和郑宇安 张颜和颜淼 不过 在这四对当中 有些是可以磕到底的 有些却怕是快要磕不下去了 半熟恋人二 大局已定 两队已锁死 两队全都输在女方的小心机 第一 于陶然和孙沐宇 单从目前的盘面上来看 于陶然和孙沐宇这一队是最稳定的 不管是从两人的聊天还是相处 更或者是三观来看 两个人的匹配度都是非常高的 在刚刚过去的盲选约会中 看似全员都选错了 其实孙沐宇是选对的 孙沐宇也说了 他第一眼就看中了于陶然的那幅画 只可惜当时已经被郑宇安拿走了 虽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选画环节 但这是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爱情观的 当孙沐宇和于天超看到于陶然和郑宇安在车里 有说有笑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要完蛋了 谁能想到 这不仅没有改变两个人的选择 反倒让两人更加了解和信任对方 孙沐宇和于天超约会 却想着给于陶然买礼物 于陶然和郑宇安约会 却不忘拍一个夕阳和孙沐宇分享 这不就是爱情吗 没有任何悬念 于陶然和孙沐宇这一对肯定是所死了 大家可以放心去磕 尤其是两人深夜促膝长谈的那番对话 简直就是偶像剧的台词 说实话 于陶然和孙沐宇算是把那层窗户只捅破了 现在已经到了海市山盟的阶段 第二 孟昭博和张宝 孟昭博和张宝 这一对是一开始最甜的 也是第一次约会就能让女生哭的 当张宝哭了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对要完蛋了 不过 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才发现 这一对非但不会完蛋 而且还会锁到最后 当然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骑自行车 那番聊天可以说彻底捅破了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 尤其是在露营阶段 孟昭博和张宝儿之间的打情骂俏是骗不了人的 张宝儿之前是不太直给的 孟昭博又是那种大直男 根本看不懂女孩子的内心世界 两人骑自行车深度聊天之后 张宝儿是有所改变的 在摇耳朵游戏中 张宝儿让孟昭博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 于天超和郑宇安 于天超和郑宇安这一对 也是很多观众非常看好的 但其实他俩是走不到最后的 原因非常简单 那就是郑宇安现在想要追的人是于陶然 那么问题来了 郑宇安喜欢过于天超吗 我觉得答案是很肯定的 那就是没有 在刚开始的时候 郑宇安选于天超完全是第一印象 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当于天超选张宝儿 约会不成反被郑宇安选择的时候 于天超的表现就一直没有被看好 尤其是在聊天的过程中 郑宇安一眼就看透了对方只是个弟弟 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或许很多人要问了 郑宇安不喜欢于天超的话 为什么在话语中要给人希望呢 我个人觉得郑宇安是有点小心机的 毕竟于陶然追求不成的话 退而求其次选择于天超也是不错的 大家不要忘了于天超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就是上海户口 不过郑宇安想要从孙木宇手里抢走于陶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两位是双向奔赴 最后的结果怕是他也不会吃回头草 毕竟有镜头 大家觉得呢 第四 张颜和颜淼 自从女医退出 女舞颜淼加入之后 张颜好像找到了爱情 张颜和颜淼两个人的相处 让所有人都看得非常舒服 不过 从这期节目中颜淼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不会走到最后的 因为颜淼没那么喜欢张颜 首先 颜淼的朋友圈 慢慢来的意思很明显是在告诉张颜 两人没那么太合适 只是没说得那么明白而已 其次 颜淼的真心话 于天超问颜淼你对张颜有好感吗 面对这个问题 颜淼犹豫半天根本没有回答 最后宁愿选择接受惩罚 颜淼抽真心话问题说出 最有好感的两位异性 当颜淼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表情非常尴尬 直接喊话我真的会泄 很显然 颜淼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无奈之下 只能回答出张颜和孟昭博两个名字 实话实说 这个答案并不能代表什么 因为颜淼来到小屋之后 只接触过这两个人 不过 从颜淼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张颜并不是太感兴趣 只是出于礼貌而已 不管是朋友圈还是真心话 颜淼都是有小心机的 他不愿意提到张颜 但是又不得不提 对于现场的几位来说 他们身处其中 或许看不出来 但对我们这些 有上帝视角的观众来说 这些小心机 是逃不过我们法眼的 相信很多观众 会有这样的疑问 郑宇安也好 颜淼也罢 为什么他们要在游戏中说真话呢 即便说假话也没人知道 而且对自己会更有利 其实这就是 恋宗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就是真实 玩真心话游戏 就必须说实话 要不然必定会翻车 这些年在恋宗里翻车的人非常多 只要你敢说假话 那就必定会被揪出来 千万不要怀疑网友的实力 越是这样的环节 越是能看出几位嘉宾的真实内心 于陶然和孙沐宇 孟昭博和张宝 这两对必成 于天超和郑宇安 张颜和颜淼 这两对必分 大家觉得呢